接下來大家都要注意了 因為我現在所要講的 要帶給大家去的一個地方是 還沒有開放的 是正在趕工 正在施工的全新公園喔 好 那這個公園呢 不僅是全新打造 還有很大很大的停車空間 那它具有防災的功能 最棒的是它有很棒很棒的視野 以及油氣空間 它整體的整個設計算是圍繞 如果等一下看到的話 它是圍繞在住宅一個大樓裡面 所打造出來的 聽到這邊會不會覺得很好奇 怎麼會圍繞著住宅打造 好啦 沒有啦 因為這本身就是它地形上的關係 所以在做這個公園 製作這個公園的時候 它會依照這樣子一個形狀 來去設計這樣整個公園的主體跟建築 好 那在哪邊呢 趕快先跟大家講一下 在桃園區明光東路的浮原公園 大家可能有知道 可能或是不知道也沒關係 好 因為它過去就是有空一塊地在那邊 所以呢 市府就決定把它重新的打造一番 也把它蓋成一個公園 然後讓大家附近有地方可以去啊 有車可以停 好棒 我覺得有停車都是很棒 OK 那就是提高 一邊可以提高附近整個居民 就是有一塊空地可以去玩啊 或者說去休息的地方 那我們先趕快來搶先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浮原公園吧 在桃園區明光東路上有一處空地 原本工程預定地為第四公墓 後續在民政局辦理公墓遷移計畫之後 市府與桃園區公所就想到這塊空地可以加以活化利用 決定利用本身基地的高低差環境打造一座多功能的特色公園 這個地方它原本是屬於桃園市的第四公墓 它是屬於一個L型的一個下場型的一個地形 那當初就是這個桃園區公所呢 我托我們來辦理這個規劃設計建造的案子以後呢 我們也拜訪了這個附近的一些民眾 瞭解他們的需求 所以他們有停車需求 有這個屬於休息場所的一個需求 所以我們就是就是喊了一個口號 一個就是說我打造一條友善的型的動線 然後來串連兩個分區 一個是公園區 一個是停車場區 然後再由這兩個區呢 各發展三個這個創意的亮點 配合高低差的地形 從高空中看 彷彿就是包圍著住宅的一座綠色空間 全新的提建設施器材海洋風格 讓人聯想到航海中的神秘探險 無論是在這裡散步或是親子遊玩 都相當的適合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個是屬於 熱帶的一個主題性的一個公園 第二個就是我們 第二個亮點就是我們 後面這邊的一個共榮性的一個 兒童遊具它算是航海冒險區 第三個亮點就是我們這個背後這邊 有一個舊遊的一個老舊的一個圍牆 那我們就是請大業國小這邊的同學 提供他們的畫作 然後我們用彩繪的方式 把它彩繪在這邊圖上 順便要做一個美化 這個是指一組這個公園的一個三個亮點 公園整體面積狹長不規則 不太容易新建建築 因此在設計上融合了南洋海島的設計 規劃步道、小涼亭、體建設施、兒童細水區 同時也規劃了42個停車位 讓周邊的居民更加方便 我們有配合這個桃園市政府 他們在試辦循環經濟的節能減碳 就是說我們把桃園市政府 他們提供的分化再生料 來辦合我們的基地現場的聯土質 去做一個土型改良以後 再回填到我們的基地裡面 這樣就變成我們原本的這個領土 不用再去丟掉 然後再埋土 在公園內也設置了制洪池 可以有效解決過去淹水的情形 提高整體的生活機能 桃園有些新聞 領對峰、陳彥任、桃園成本報導